欢迎您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 老刘今年75岁 过去常在附近的公园里晨跑 最近 他发现自己的腿越来越弱了 甚至有时还不能走路 好多50至60岁的老年人 在日常时不时还会有腿软的症状 稍有不慎就会跌倒 这种情况 很可能是由我们体内缺钙所致 当体内缺乏钙质时 会让骨骼变得脆弱 无法支撑正常的行走 具体表现为时不时的腿软无力 我们就要补充身体钙质和能量 让我们腿脚变得更灵活 补气血 强筋骨 精神好 身体越来越强壮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养生保健补钙汤 每周只要喝二回 腿脚好 骨骼强壮 走路见不如飞 首先我们来准备一块豆腐 豆腐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种食材 豆腐的价格便宜 而且营养价值一点都不含糊 豆腐是很受大家欢迎的一种食物 因为它健康天然 还有利于人体的消化吸收 而且 豆腐是一种很百搭的食物 和不同的食物搭配 可以有不同的口味 也能够获取更多的营养 常吃豆腐有四大好处 一 补充营养物质 豆腐是公认天然健康的营养食品 不仅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还富含微量元素 利于吸收 故被誉为植物肉 二 防三高 有助延年益寿 据日本的营养学家 村智雄教授研究证明 经常适量的进食豆腐渣 可以防治动脉硬化 高血压 糖尿病等疾病 这尤其对老年人的益寿延年 大有好处 三 补钙 防治骨质疏松 豆腐中钙含量也很高 对骨骼的生长发育 颇为有益 它是儿童 病弱者 及老年人 补充营养的食疗佳品 此外 豆腐含有丰富的植物雌激素 能减少中老年女性雌激素水平过低 所引起的骨钙流逝 四 缓解便秘 经研究发现 豆腐中含有的成分 有促进人体消化吸收的作用 有利于维护肠胃的健康 还能缓解便秘的症状 我们把豆腐切成小块 放入小碗中备用 再来准备一个番茄 西红柿又名番茄 古代又叫六月式 西红柿营养丰富 风味独特 全世界人民都喜爱 中国膳食指南里说 西红柿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维生素E 钙 酶 以及铁元素 尤其是西红柿里富含番茄红素 可以增强免疫系统 减少色斑沉着 预防癌症的发生 对预防前列腺癌 消化道癌等有很大作用 番茄富含最重要的营养元素 就是番茄红素 每100克新鲜番茄中含 番茄红素0.879-4.2毫克 番茄红素被称为植物黄金 是一种很强的抗氧化剂 除了番茄红素 番茄还富含丰富的维生素A 维生素C和类胡萝卜素 能够促进眼部周围的血液循环 并且帮助眼睛过滤有害光鲜 保护眼睛健康 番茄果肉的籽 可以被提取精炼成食用油 富含丰富的番茄红素 维生素E和维生素A的 浅体胡萝卜素 除了食用之外 番茄籽油还被用来制造日化用品 医药保健品 拥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我们把番茄切成小块 备用 再来准备香菇 香菇有百菇之王的美誉 研究显示 香菇中维生素D的含量 比大豆高20倍 比海带高8倍 有助于人体钙的吸收 预防骨质疏松 有抽筋的人 还可以在平时多食用香菇 香菇里面含有18种氨基酸 和人体所必须的营养物质 含钙量也比一般食物高 所以香菇是补钙的佳品 对因为缺钙引起的腿抽筋 有很好的预防效果 我们把香菇洗干净 切成小块 再来准备一个鸡蛋 鸡蛋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经常吃的一种食物 鸡蛋含有大量的蛋白质 可以增加肌肉 防止肌肉萎缩 而且鸡蛋中的钙含量也很高 可以起到非常好的补钙效果 吃鸡蛋的最佳时间是早上 这样可以更好地吸收和消化鸡蛋中的营养成分 鸡蛋有助于补钙 鸡蛋含有优质的动物蛋白 而且容易被人体吸收 此外鸡蛋也含有一定钙 对于预防治疗骨质疏松有一定帮助 生长发育的儿童和老年人都可以适量吃鸡蛋 有助于补钙和骨骼健康 再来准备一小把小鱼 在沿海居住的人很少缺钙 这主要得益于他们常吃鱼虾 尤其是小鱼小虾 不但含有丰富的钙 维生素D的含量也很高 能促进钙的吸收和利用 为什么小鱼小虾补钙呢 因为小鱼的鱼骨和小虾的虾皮食用后 其中的钙会被吸收 而大鱼的鱼骨和大虾的虾皮丢弃了 其中的钙就没办法获取了 我们经常说 小鱼小虾小蟹是辅助补钙的食物之一 这是因为这类食物一般烹调之后 我们可以连皮带骨一起吃掉 而钙在皮骨中含量相对较高 再来准备一小把青菜 几乎所有的绿叶蔬菜 比如菠菜、韭菜、油麦菜、西兰花等等 含钙量都不低 木序的含钙量高达713mg100g 剂菜的钙含量为294mg100g 除此之外 绿叶蔬菜中还含有促进血钙变成骨钙的维生素K 和促进成骨细胞生成的矿物质酶 它们都是补钙的好帮手 绿叶蔬菜之所以补钙 是因为其有独特的优势 以富含鎳和甲 鎳本身就是骨骼、牙齿中的微量成分 而且有利于提高钙的利用率 甲供应充足能有效减少尿钙的流失 二、富含维生素K 研究发现 维生素K能够激活骨钙素 促进钙在骨骼中的沉积 从而让钙的作用最大化 而绿叶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K 并且颜色越绿 维生素K含量越多 对骨骼健康也越有益 接下来我们把所有食材全部倒入锅中 加入适量清水 开大火煮三分钟 再开中小火煮十五分钟 朋友们 制作视频不易 小安每天都在用心教大家做养生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时间到了 我们看一下 一道美美的养生保健补盖汤 我们就做好了 食材很简单 营养丰富超好喝 每周这样喝两回 通筋落 强筋骨 夜里睡得香 肾也不虚了 腿脚好身体棒 精神棒棒的 好了 朋友们 家人们 今天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祝大家每天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健健康康 平安幸福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